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单元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来宾是新竹台大分医院 新竹医院的护理长陈一超来到我们的现场 来欢迎护理长 护理长您好 主播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陈一超 就没有看到护理长了 护理长今天来到我们的现场呢 要用他的专业跟大家分享有关于肺阻塞 这样的状况跟疾病 好那一开始呢 当然要先请护理长就他的专业 跟大家简单来说明一下 什么是肺阻塞这样的状况 好其实大家都只听过肺阻塞 但是肺阻塞到底是什么呢 那在我们的医疗来说叫做COPD 专有名词我们称它叫做慢性阻塞性的肺疾病 那顾名实义它就是肺被塞住了 那肺怎么会被塞住了呢 那常常我们都是因为吸太多的二手烟 或者是最近的空污很严重PM2.5 那当然也有一些是过敏体质 本身比较敏感或者是肺真的是有一些状况 那经由这样慢性吸到这样子的一些空气的污染 造成我们肺实质的一些病变 然后产生我们这个肺所谓的就阻塞 呼吸就会不舒服的状况 所以这样的症状如果说因为你刚刚说是像可能比较长期或是频率高的处于二手烟的状态 或者是说一些粉尘的状态就会容易有肺阻塞这样的状况出现 那如果我排除了这些状况 我是不是就会慢慢的恢复我的肺部的这个通畅 我提到了这个肺阻塞的疾病 表示它已经是长期被这样子的污染源侵犯了 它的肺已经是成为一个不可逆的情形 我们才会诊断它叫做慢性阻塞性的肺疾病 那当然你要诊断这个疾病是必须要做一连串的检查 那当你常会觉得我的痰为什么一直会咳不完 一直有痰 它的症状就是会咳嗽 然后痰会一直让你咳不完 就莫名其妙一直咳 一直生出来 对 一直生痰 就说痰很多 一直都咳不完的痰 那另外呢可能我在活动走几步路我就觉得好喘喔 甚至我真的就是喘起来 呼吸会有喘的症状发生 那这个时候我们去胸腔科看医师的时候 医师就会帮你安排了一些 我们所谓的那个肺功能的检查 那这个时候就可以诊断到底是不是所谓的 我们说的阻塞性肺疾病 哦 所以它是不可逆的 它是不可逆的 一旦发生了之后就只能维持 对 让它不要再越来越恶化 那它有什么耗发的族群吗 那耗发的族群就是我们刚提到的 你有可能就是长期抽烟 那甚至你吸二手烟 或者是你的工作环境粉层真的比较多 对 那还有空气污染 造成你这些容易耗发这样子的疾病产生 那当然这样的疾病一产生之后 这些症状相对的就一直跟着我们 那我们在生活上面就有很多需要被我们注意的事了 好 那如果说出现这样的状况之后啊 你刚刚有讲它有痰嘛 对不对 然后会咳嗽 可是这样的症状跟一般的感冒啊 还有就是过敏也有这样的状况 那病人怎么样去判断 然后要怎么自己有自身的这样的警觉 还有它的痰会是什么颜色 它像这样的痰液 有时候当真的疾病发作的时候就会变成黄痰 那说真的你要知道是不是真的这个疾病 要去做肺功能的检查 去胸腔科医师会帮你做这样子安排 好 一定要做检查才会知道是不是这样的疾病 那通常这样的疾病来的时候 刚刚提到后一时咳嗽 然后会喘 那当然喘的时候吃东西就会吃不下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营养摄取相对的就会很重要 对 就少量多餐 那当你诊断是这个肺阻塞性肺疾病的时候 在营养的部分我们就要注意一下我们营养摄取的部分 当然在吃的部分我们希望是一些高蛋白的饮食 那甜的东西尽量不要多吃 那常常都会说吃糖会生糖对不对 那其实在我们的实际临床上面来说 糖类代谢出来的二氧化碳会比较高 所以它会增加你换气的量 对 这样子会更不舒服 所以尽量减糖 然后蛋白质的摄取比较足够 这样子才能够产生足够的热量 另外不能太胖 为什么呢 当我胖的时候 我肚子就会压迫到我的胸腔的容积 我在换气就会比较不足够 所以体重的控制 然后跟营养的摄取就很重要 那当然再来这个族群里面的这些病人 不要因为喘而不运动 对 我们常常会跟病人说 如果你能够坐着就练习起来站 扶着站都好 当你可以站了要练习走 在安全无余的情况之下 应该要练习自己维持足够好的生活品质 那当然有一些病人会需要一些微量的氧气 让他的生活品质更好一点 没有问题的 当你的生活品质好 能够走 其实你越来就能够维持 对 不要不敢用氧气 那你刚刚有讲的提醒大家 是在饮食的部分要注意 然后能够动就要多动 那除了这些之外 居家的保健上面还有什么要注意跟提醒大家 居家的保健的部分除了这个部分之外 就是当然戒烟 对 戒烟 戒二手烟 当你看到人家在抽烟的时候 我们可以好心的劝劝 劝劝一下 为了他好 为了他好 为了我好 为了大家好 对 去抽二手烟 对 这是非常重要的 那当然也最近大家 因为疫情的关系口罩戴很紧 其实这个空污的影响就会少一点 那当然有一些工作产生的这些粉尘 那也知道要自我保护 好 那我们今天的这个单元 大概就到这里先告一个段落 那下一个礼拜呢 我们再继续邀请护理长的团队 来跟大家持续的分享 有关于这个怎么样来治疗 好 治疗的部分 我可能要为我们 我必须必须必须要为我们的团队宣传一下 就是我们的团队 这个我们说的COPT团队 有通过我们医测会的这个认证 那这个医测会的认证呢 是叫做疾病认证 是针对肺阻塞的疾病认证 那在竹苗地区 只有我们医院有通过 所以这是我们整个台湾的认证过的 一个医疗机构 那也希望就是真的被诊断出 这个有阻塞性肺疾病的这些病友们 一定要规则的返院 来做持续追踪与治疗 那这样的治疗 能够让我们的支气管 受到稳定的照顾 预防再发作 要找专业的团队 才能够得到有效的治疗 是的 好 今天也谢谢护理长来到我们的现场 谢谢您 谢谢 那更多的医疗讯息 我们就等待下一次的节目咯 下次见 再见